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楼市思见》 我是主持人Cary 我们首先看看最新一期 CCL就是收报185.93点 按周微升了0.37% 连续几个星期在185至186点之间陪回 我们看完CCL就来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集请来了施生和另一位嘉宾来谈谈 欢迎施生和房委会的委员兼公屋联会总共事招国委 跟我们谈谈资座房屋的转售限制 和放宽陆置居的购买资格 欢迎梁伟 你好 很多人都会认为资座房屋是一个炒卖工具 公屋联会也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看到平均的资幅都有一倍以上 最新房委会收紧了资座房屋的转售限制 第二市场由两年收紧至五年 自由市场由十年延长到十五年 两位觉得这个时限合不合理呢 以及会不会使得获利的时间推迟 利润会更大 而单位的流转会被限制 首先我们在去年年底做过一个分析 找了大概200间居屋和六次居单位 在一个未保价的情况下转售 两者之间大概有一个日价有一倍的情况 我们建议将一个所谓未保价 在过去的初两年都可以转售 但在不高于原价的安排上 我们建议可以延长一些 今次房委会因应这情况 亦做了一个收紧 我们觉得过去 因为申请中数其实都是很多 特别在这几期 一百年修订了一个定价机体之后 都可能是数十万的申请 如果一个房屋那么珍贵的资源 特别可能是供应房屋方面 今次的收紧 我相信不是解决日价很高的情况 因为就算是二两年到五年也好 日后也是日价会发生 除非楼价跌 但我觉得这是给一些申请者 在一个比较清楚的讯息上 你买一些资助房屋 在两年至三年左右 在过去可以转售的情况下 现在要多一些时间 给他们去考虑的话 希望讯息上很清楚 都是希望以自助为主 至于时间上 究竟社会上觉得短 长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评论的情况 施生好像也不太同意转售限制 你自己怎样看呢 首先我们要看转售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日价 很多人以为有这么高日价 就是因为卖出来的人狼死 叫价格高 但是那不是真正的原因 热主卖楼当然是有多高卖多高 你卖楼都不会特意卖比市场 可以承受的价钱 我们要知道的问题是房屋供应短缺 那些买不到的人 私人市场买不起 被迫在陆志居、居屋市场 这些相对便宜一些市场来买 是少它才出这么高价 如果业主之间要竞争 客人反而少 业主都会便宜出去 所以我自己认为 这个是指标不治本的做法 你不让它卖字 遲些是否便宜一些 遲些如果供应不够 遲些可能仍然贵一些 你选择它去赚钱 所以我自己觉得 应该从增加供应方面着手 另外现在政府的做法 有一些是可以卖给合资价的人士 有些是卖给公开市场的人士 公开市场的保地价 是要按照政府原先卖出来的折扣来计算 所以照理 你卖出去是没有好处的 好处的那一部分 要交给政府 而卖给合资价人士 政府便不管了 那些核资价人士 卖的时候 又不清楚 他们将来保地价的责任 所以很多时候都计算错 如果以他们在第二市场的成交价 按折扣去推算那层楼市价 其实是比市价高很多 所以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价钱 不过我不知道市场上很少人 用这件事来说 又没有人提醒那些买家 你买贵了 你不用付那么高价钱 如果你这样付了 将来自己就很不值 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在第二市场 供应少 就被逼比较高的日价 我其实就 倾向取消了在自由市场买卖 自由市场买卖 你是将那些本来 是给首置人士专用的楼 又留出去炒卖市场 不一定要炒卖市场 起码是私人市场 给一些不符合资格的人都买到 浪费了那些单位 用来用去都是用在核资格人士 才符合资源的运用效益 整一批出来 整一批又流失去私人市场 整一批出来 他卖出去的时候 都要拿来帮忙解决 首次治愈困难问题 将来就没有什么叫保地价 私人市场是一个市场 资助房屋市场是一个市场 另外我顺便也想说 鬼是资助房屋吗 怎样资助呢 居屋或者陆置居 其实是房委会赚钱的工具 不卖居屋那时候 房委会出现赤字 公屋真的有资助 因为市值租金都付不起 付出来的租金 其实都不够建筑成本 甚至连管理、差响都不够 所以房委会是靠居屋、陆置居 资助房委会资助房委会 不是房委会资助居屋 所以我自己觉得 根本就不要说资助 不要说多少折扣 暂时叫他们这些 我认为是首置房屋 或者是连租公屋 同私人市场 根本不需要混合 香港有三大类型的房屋 第一类就是收入很少 要付不起市值租金 要补贴的 这些就是公屋 这些是租金有补贴的 叫支座房屋 第二类是 只能够卖给港人首置 港人首置市场 排斥非港人买 不要说排斥很负面 就是专为港人首置而设 这个市场就由这个市场自由去定价 政府开盘就按照这个市场的 成都的价钱去定 不用保贴 又说多少折 现在多少折 是拿一个偏高的私人市场的价钱 政府都不认同 但以它为标准 然后就计算你 打了多少折 投给你 你明天要补贴 拿一个不合理的价钱 加株下去 首置市场 所以我自己 倾向不需要设计 一个保地价 一個有日式審查,有資產上限 他們也未有樓,他們買來當然是用的 但譬如人生衰六旺,有時出了事需要錢 你就套著我,不讓我賣,你就害我 我賣出去時,我也是賣去市場 市場亦都有人在等著有需要,我沒有做壞事 為何要懲罰我?要綁死我?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我認為 不會很多人刻意去賣出賣入 難得有機會買到這些手置房屋 如果他賣出去,可能將來 現在要加一段時間才可以買回 是造成不便的 多多少都有手續費 是沒有人刻意去做的 所以我傾向兩年都很足夠 他不是一個限制他的實際需要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真是取消過自由市場 正是專注於第二市場 其實和施生的意見都不謀異合 我們都覺得長遠來說 資助房屋除了保價 給他在國安市場裏面所謂炒賣 施生都這樣說 我覺得反而是除了私人市場去炒賣之外 我們更想這些資助房屋單位 是否可以繼續發揮他們自己本身的功能 例如說,現在都增多多少 剛才說的申請中數都比較誇張 特別是發表申請者是幾十倍 加起來幾十萬申請 就算剛剛這期完結了公屋也有二十三萬申請 如果是這些單位能夠再在未保價市場裏面 繼續運作 我相信都有助一些 可能現在去白表公屋第二市場配額的申請人 都可以有機會去選擇這些單位 至於剛才施生所謂的折扣方面 因為現在2018年就修訂了定價機制 主要是說一些所謂非業主的負擔能力 是用那條線去計算的 但計算出來的價錢 他要與市價做一個比對 就不是因為按市價標的價錢去打折扣 因為他要用那單位本身 負擔能力計算可能是三百萬 三百萬的概念上有補多少錢的折扣 他用一個打折扣去做比例 為何要與那個折扣做比例 我們希望不用 你計算出來的合附資格 即是能夠的負擔能力 這些就是計算 計算未必準確 你有市場 如果這類型的物業只是賣給這堆人 他承倒這個價格 政府便訂購這個價格 售價方面如何去理定 你認為適合的價錢 例如你已經是用負擔能力去計算 以前就不是 都是七折、七折、淨價 即是你用負擔能力去計算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想買的人多就會變成公屋 你現在也是的 你訂的價錢 有二十萬、二十三萬 最高其實是一萬的申請 只有那幾千元 那你賣給誰呢 那不就有抽籤 要不就輪候 我自己傾向 如果你按市場交賣 那你誰的價高者就算了 這是純市場化 如果你不想純市場化 你唯有誰好彩賣到 一種是排隊,一種是抽籤 公屋是輪候,居屋是抽籤 抽籤不是我最認同的方法 因為這些是無腦的方法 不用想太多,誰好彩抽籤 否則我寧願按照市場負擔的價錢 我們這個社會還是出得高的人買早些 當然有些人說不是,你有錢大浪費嗎? 但實際上我們整個社會 其他東西都是出錢高的買先 你剛才說單位,我自己本身有目測或親身感受過 有些新建的屋苑,即剛入貨了一段短時間 或者兩年左右 其實單位沒有人去住 我相信陸表機會大 因為本身的公屋要加分出來 你搬到新的環境要住 相信可能有些人問過我的意見 他買了單位,他就放在那裏不住 當然你賣出去沒有日價 你頭兩年不高原價,就是引於原價的價錢賣 這個情況似乎,當然不是主流 比例就不高,但這個情況又發生 會有 放了幾年,你不賣的話 身邊一些申請者,他們真的有些覺得 為何一些資源這樣情況去運用 這個的確是一個現象 他這樣不符合,你本來不符合兩年 你現在局局不符合五年 你們的想法就是,我限多一點時間 你就不會這樣做 那當然不是,一定不是 因為那些人可能… 他們會有一個自己計算 先生,他們願意花一個時間五年 你要鎖一個單位五年的話 你願意不可以轉受五年 你就願意去抽 我們都不可以排除這種情況 但這個現象,我們覺得 若果是延長 我們剛才都說,不是想到絕了 大家五年之後是不是不炒 或者不是一日價 我們不可以的意思 那些人是不是炒 我就不太清楚 如果不用兩年,不要說五年 你都不是買的時候 兩年後,確認樓價是升不下 兩年後,可能都會下跌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可以懲罰那些買來沒有理由不住的人 說明這些是不可以不住的 即是賣給用家 兩年都沒有住過 你說不出什麼理由 例如,我本來和爸爸住的 爸爸突然間病了 我要繼續陪爸爸一起照顧他 這個便容許他 如果沒有,發言原來虛報日息 不一定是沒收收回 起碼原價和他收回 不讓他申請 但你只限制他 可能看到樓價升幼 由兩年變成五年 五年層樓都落不入 有需要的人手裏 不一定是好事 我猜可能他們的意思是 我封你五年的話 令到自己的機會成本可能會高了 令到你不要有風險 去賣這個居屋去不住 是否有這個信息上帶給大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信息多過 你說要倒注剛才所說的問題 比較難去處理 的確,如果買家考慮 第一,我不是針對白表人士 但這個情況的確有機會發生 就是你分拆家庭去買一些單位 不住的話 他有可能是等多兩三年 我將單位放出去 有些可能是想著遲些有用 或是未必需要去買一個單位 因為剛才說分拆家庭 有些是白表拆出來 可能他仍然可以住在自己父母的家 單位賣了一段時間後 他便放下了一段時間 因為不可以出租 當他真的有適合的價單 價位的時候賣出去的話 這筆錢我相信可以幫到他 去回一個私人市場 一個首期去買樓 這個情況的確 我都有一些查詢過 你是不是很主流 我相信未必是 始終有些可能是身分夫婦 白表的 他抽到單位想去住 遠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在房委會的調查說 六百表人士買樓的第一個意向是很不同的 六百表主要是考慮改善居住環境 八百表主要是想買一個置業的機會 我想兩者的質重點可能是很不同的 可能責結是在於供應不足的問題 是否可以這樣說呢 這個當然是 我想這次剛剛通過了居屋的計劃 我想是復售居屋以來最多的單位 之前可能資產都清楚 以前房委會一年賣幾萬個單位 不是只有幾千個這麼少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多 而且那個單位的地點都是比較好的 一些都是市區地段 所以這次因應這個情況 也都留意到剛才所說的一些所謂轉售的狀況 不是一個最主流的狀況 但也是一個值得留意的情況 所以這次它也引入了一個所謂轉售的限制 因為這次是五一折 都是折扣給過去的幾期 例如七折、六折都是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或者可能幾年之後才知道轉售情況會如何 今集先談到這裡 明天大連初一 在這裡祝各位觀眾和兩位 身體健康、身腸大吉 多謝詩先生和蕭先生 下集樓市事件再見